经过了多年的犹豫,越南在最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打算把一项重要的国内公共服务产业敲到中国手中,希望中国可以代飞越南经济。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秘财户,我是虎妞。 越南犹豫了好几年,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式开始和中国联合建设中越铁路。 有一说一,关于中越铁路这件事情,越南已经纠结了好久,到底要不要修建? 如果修建了这条铁路,已经荒废多年的越南北部,不,是整个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的经济都将会被彻底攀活。 毕竟,中越铁路是中国规划的连通越南、缅甸、老窝、柬埔寨、马来西亚这些中南半岛国家的泛亚铁路通道的最重要一环,正所谓要想赴先修路。 只要路修起来,经济好起来,东南亚目前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将会迎刃而解。 但是相对的,越南还害怕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文化上面被中国控制。 这也是中国周边,或者说是整个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最害怕的事情。 众所周知,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文化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后,这些国家都在想办法推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减少中国的影响。 目前只是因为交通和美国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才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独立性。 如果中越铁路甚至是泛亚铁路开通,那么中南半岛因为缺乏有效联通手段而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就会被打破,他们从文化方面会自然而然地向中国靠拢。 但如果不修建这条铁路,那就只有依赖美国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然而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的经济援助可不是免费的,如果放在十年前,越南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美国的怀抱。 但是这几年美国不行了,首先就是经济方面,美国就连自己国家的经济都搞不定,承诺援助的几个亚洲企业,包括台积电、三星等等,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甚至台积电为了拿到美国援助都切断了和中国的联系,结果却是股价一跌再跌,若非是日本拉了一把都快要解散了。 至于承诺援助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到现在也没看到任何动静。 其次就是目前美国的国际战略声誉问题。 曾经美国在世界能说一不二,除了武力和经济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国际声誉。 当时美国的国际声誉非常好,很多国家都真的把他们当成了民主灯塔。 然而随着俄乌战争以及巴以战争的爆发,美国在面对侵略时候的双标嘴裂,预计对以色列罪行的默许,让更多人认识到了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让美国人开始犹豫,现在追随美国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对于现在的东南亚来说,中国还是美国,根本就无法构成一个选择体。 可以看到除了菲律宾,韩国以及日本三个国家之外,目前其他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选择了和中国缓和关系。 之所以上述三个国家会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在里面。 菲律宾高层贪污数百亿美元,其家产都在美国。 日本国内有东京地检这个美国东厂,日本政客谁想反对美国,美国就利用东厂搞谁。 韩国更不用说了,官员贪污的问题更加严重,全家在美国的裸官比比皆是。 这次中国和越南商谈好的铁路,未来在建设的时候将会完全按照中国高铁的标准进行建设。 越南的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老街、河内、海房铁路已基本完成详细规划。 这条铁路为客户两用,总投资约100亿至110亿美元。 这条铁路将会成为越南,以至于整个中南半岛地区的大动脉。 到时候经济发展不在话下。 看看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巴铁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很好的经济发展, 以至于俄罗斯都想给绣一条铁路,连接到中巴铁路上分一杯羹,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美国给越南化的饼又是什么呢?成为下一个中国。 大量的投资。 但是越南也知道,现在越南的问题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 需要修建现金铁路,连通东南亚各地。 面对越南提出的铁路修建邀请,美国人直接闭嘴了。 想让美国投资铁路,尤其是外国铁路,美国国内财阀肯定不答应。 或者说得撤皮好几十年,等他们把皮扯好了,越南早就穷死了。 所以最终他们出于国家生存考虑,出于国家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 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国。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矛盾,本质上只有一个矛盾, 那就是发展不平衡。 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这个世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矛盾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南会和中国走到一起的原因。 毕竟,没有人和经济发展和过好日子这两件事情作对。